为了在农历新年传递欢乐 十名志同道合的好友合力制作纸皮舞龙 其中一人还扮成财神爷骑在武师上 在牛车水和滨海湾金沙娱乐大众 但过程中引起多名警察的注意 要求搜身 同时禁止他们表演 经解释后才得以脱身 舞龙队伍与公众热情互动 与他们机长挥手等 画面也显示 舞龙甚至还试图吞下几个小孩子 路过的公众也纷纷拿出手机拍摄 场面愉悦 其中一人还扮成财神爷骑在龙身上方 财神爷全程拿着Insta360相机 以余镜视角拍摄 制造出有趣又搞笑的视觉效果 其中一名把自己装扮成财神爷的网民 Michael Collins受访时说 制作纸皮舞师游行在大街上的想法 是在去年圣诞节萌生的 他说去年圣诞节 我也制作了一辆纸皮圣诞老人雪橇 然后我的几个朋友装扮成迅路拉着雪橇 在一个果园周围走来走去 当时路过的公众看到这一幕 都觉得很有趣 也感到很开心 因此 Michael当时就决定 在农历新年也来个类似的活动 恰逢今年是龙年 Michael说制作纸皮舞师格外适宜 Michael说 他和另外9名朋友 花了两周制作纸皮舞师 舞龙头部 是用几个剪下来的纸皮组装在一起 再用颜料上色 舞龙的身体 则是用电线缝合在一起的 时任在当天下午2点45分集合 花了45分钟做好准备 才开车到牛车水 他们共去了三个地方 牛车水 滨海湾花园和金沙 Michael扮成财神爷 再由另一名朋友 扛在肩膀上走 就好像财神爷骑在舞龙一样 其他人则提龙身 和负责拍视频 每个人都非常喜欢龙 见我们就大喊发呀 或恭喜恭喜 同时也有很多人 拿起手机拍手我们 甚至还有一些人 过来摸龙的头 可能因为摸龙头 可以带来好运 他说 舞龙非常容易携带 他们还从牛车水搭地铁 到滨海湾花园 Michael说 一行人约下午四点左右 来到滨海湾花园时 发生小插曲 有三四名扶警来拦住他们 他们说 没有许可证 就不能表演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 向他们解释说 我们不是在表演 只是装扮成一条龙 到处走 但他们基于某种原因 坚持要求再搜包包 检查我们是否持有尖锐的物品 之后 扶警没有搜到任何东西 便打电话联系 滨海湾花园的负责人 说明情况 但负责人应该是告诉他们 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们才让我们离开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